法医阴阳合医素素 养生之道 手中欲乏 欢迎来到法院讲堂 青春好记者 我们欢迎 益华督导教练 哈喽生命教练好 哈喽各位朋友们 好 还有我们今天邀请的特别来宾 正欣 哈喽大家好 正欣 我自己比你变得多 变帅了 变瘦了很多 变瘦又瘦了 我聊一下 其实正欣 他来学工之前 他就觉得真的是体力大不如前 然后走在街上都会弃喘 真的是好像同一个老人这样子 他就觉得我怎么这么年轻 然后身体怎么没力气 没劲 做什么东西都没劲 所以其实可能是老化吗 他还是到底身体出了什么问题 看了一生一生说没事 所以我们就请法院老师 为我们讲解 这个身体提前老化 而身体没力气的这一块 好吗 好 法于阴阳 何于数数 养生之道 守重预防 欢迎加入白燕健康管理学空中教室 我是首席讲师燕宽老师 坐在我对面的是国际知名的养生专家 白燕老师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我是白燕 在欧美先进国家这几年呢 有很多的研究是跟自然疗法是有关的 像芳香疗法呀 还有Platis 还有瑜伽 还有天然的这个药草 还有食疗 打坐 甚至meditation 静坐 这很多的自然疗法的研究 发现对人体的健康确实有非常大的帮助 而且这些的研究 很多都是从大学的学术界 教授 医生 还有跟很多的健康的人跟生病的人做研究 他确实有这个强化我们人体的这个能量 但是讲到这个自然疗法 我觉得中国老祖先早在几千年前就已经有一套非常完整的理论 这个理论包含了阴阳学 五行学 气学 还有十二正经 奇经 八脉 穴道 还有关于我们身心灵 性命的这些理论 更重要的 它是有实际的方法来强生健骨 延年益寿 中医讲 最高的境界是在养生 我今天呢就要请白岩老师来跟我们进一步的谈一谈 什么是养生还有养生的文化 在中医的养生文化中呢 有三个字 你一定要知道这三个字叫做精气神 这个不管是道家还是儒家或者佛家 还有医家 这是中国这个非常有名的四大家 儒道佛医都非常提倡这个精气神 三者要兼顾 但是在其中这个儒家比较 当然比较偏重养气啊 佛家比较偏重养神 那道家呢就更偏重养精 那我们今天呢就要牵从这个道家的气功的入门 就是第一步入门来跟大家介绍起 那么第一步的入门叫做这个养精 那道家称作为养生的第一大药 那么当然这位药呢 大家一听到药就应该这个想啊 我要吃什么东西口服的 其实这个药呢不是来自于外在 它是来自于体内 所以它不能用食补也不能用药补 它是必须你自身要能够制造 必须要自身能够调节出来的 那么在道家的这个养生功法里面就有四大层次 第一层次叫做炼精化气 第二层次叫做炼气化神 第三个层次叫炼神还须 第四个层次叫炼须和道 听起来好像来自于武侠小说 听起来这个好像很缥缈 也很神秘 其实呢 等一下你听白杨老师分析之后 你就会发觉这是道地的人体科学 这是一个人体养生保健 最简单最自然最天然 也是最有效最有效的一个方法 每个人一听到这个精啊 炼精化气的这个精啊 大部分绝大部分的人 都只会提想到是男人的精子 或者女人的卵子 其实这个人体里面的这个精啊 是生命的最原始 也就是我们从负精母血而来 生命的最初呢 就是男人的精华 结合女人的精华 这个质量的好与不好 也决定了这个人的先天 也就是我们讲的先天体质 所以先天体质就是这么来的 从现代的医学DNA里面 我们都已经可以证明到 有很多很多种遗传性的疾病 包含高血压啊 心脏病啊 强尿病啊 肾脏病啊 肝病 还有现在大家最害怕的癌症 其实这些都跟我们的DNA 跟这个精是有关系的 这个精啊 就是我们所讲的精华的物质 我现在还要再请白玉老师 再更仔细的跟我们讲一下 这些精还可以包含哪些 对 精就是讲身体的精卫 或者是精华的物质 举例来说我们生殖系统的这个精卫物质 就叫做肾经啊 所以当你被中医师这个诊断说 一把脉说啊你肾虚 可能很多人一头雾水 以为自己是肾脏有毛病 其实什么是肾虚呢 就是我们肾这个治水机能 它的精卫物质不足了 好 肾这个肾的精卫物质 也包含我们现代医学所讲的 这个整个的内分泌系统 包含了你这个脑下垂体了 甲状腺了 肾上腺 腹上腺了 卵巢了 膏丸了 蛇护腺等 这些都是我们生命 这个再造 再生的这个主要的物质 而当你这个身体得病的时候 或者有一些机能不全的时候 其实是身体造精的这个功能 受伤和受损了 这样子的伤害和损失 是不能够靠吃药或者食补 把它补充回来 因为这并不是你缺少了什么 这个微量元素 或者是营养物质 就算你身体摄取了这些营养 但是你身体合成和制造出现了问题 我举个例 这个刚刚老师说这个 这个精不足 其实就好比一个很老旧的工厂 我的机器都在 可是我机器的生产机能 已经出现了问题 那么我现在我把这个 最先进的最好的材料 堆满了满个仓库 可是呢 因为我的工厂 器具不能再制造了 所以就变成说 反而造成这些材料是身体的负担 它会放在那边 慢慢生锈 慢慢腐烂 你堆越多 烂的就越厉害 你堆的越多 也就烂的越厉害 这就是身体 如果一旦它的机能 特别是再造的机能 造精的机能 出现问题的话 你反而是越吃补 或者是越吃这些营养物品 越吃健康保健品 你身体 在身体里面造成的腐烂和腐败 也就越严重 我的很多学员来上课的时候呢 我都会做一个很简单的 一个他的目前的体能 或者是他目前的元气的身体健康调查 那么我发觉大部分人都带着三种以上的疾病来上课 那么其实本来他的病是很单纯的 也许是这个单一性的 但是当他用错了治疗方式 或者再加上他自己乱吃一大堆的这个补充保健品 补充很多的营养素 这个乱吃的代价之下呢 他就一种病美好 而引发了其他的疾病 其实生命的大药就在自己的身体内 如果我们能够用对方法 让这个生命造精的能力活化和再生 你就会有非常明显的身体的改善 哇刚才呢 白燕老师用这个工厂的比例来做一个比喻 实在太棒了 我再重复一下这一段 什么叫做这个肾虚 就是一个自我体内功能的失调 刚才白燕老师讲了 就好像是一个老旧的工厂 你的生产线出问题了 你的机械出问题了 可是你不断的补一些好的材料到我们的工厂来 我希望这个好的材料来能救我这家公司 可是因为你的制造工具已经坏掉了 或者是失调 所以他不能够制造出更好的产品 你所进的这些材料 会把你的工厂的仓库全部都堆满 而且都会有时效性 最后你的材料全部坏掉 反而这个身体会造成更大的负担 白燕老师这样讲对不对 真的是这样子 所以我最近就有在观察来上课的学员的年纪层 有大幅度的降低 我记得在几十年前这个民国79年 我们第一次来台湾教授气功的时候 大部分是60岁以上的老中老年人在练气功 那么这几年非常明显的降低到三十几岁 也许有人说哇大家觉悟了 可能这个比较更早的年轻人就开始注重养生 可是我的观察刚刚刚好不是这个结论 我发现是因为大家更早生病 更早衰老 这个就是疾病年轻化 这个提早老化 提前衰老 提前衰老的这个问题非常的严重 使得很多人被迫提早注意身体健康 提早开始注意这个到处去找这些各种各样的养生 或者是保健的方法 我相信如果我们没有一个正确的观念的话 以后真的像现在这个癌症死亡率是攀升 这个国人死亡率第一名 而且是蝉年十几年以上没有办法这个改变 其实这些都是因为我们的身体真的提早生病了 也提早老化了 我这个我们做这个节目的目的也是希望提醒大家 不要等到你都病重的时候再去这个做养生这件事情 所以中医讲不治已病治未病 上宫不治已病治未病 预防剩余治疗 这句话一定要深深的进入到我们的脑海里面 当你开始有一些小毛病 什么叫做小毛病 腰酸背痛了 疲倦了 觉得压力大了 觉得睡眠品质不好了 觉得开始体力不足了 开始脾气变得不好了 胃口变得不好了 这些都是出奇症状 但是这些就是你要开始保养的一个信号 对我今天为大家再整理一下是我们现代人 有很大的这个问题 过去我们讲说腰围越大健康就越差 因为我们在世界各地在教工 很多学生是因为看到老师的气色 发现老师的皮肤真是白里透红 光泽明亮 其实我要跟大家讲 脸是反映我们一个人的五脏六腑 如果你的脏腑是非常健康 你的气色当然是非常好 那又讲到了这个腰围越大健康越差 因为我们的这个腰围 跟我们人体齐精八脉的 都脉和代脉是有直接的关系 如果你的代脉非常的虚弱 都脉已经全部淤堵 你有可能过去可能开刀 或者是你有做过无痛分娩的这个麻醉 打针 或者你曾经受伤 这个都会影响到你的代脉跟都脉 那它会有什么样的影响呢 它容易会有这个腰粗 然后呢肚圆 然后呢肚子会下垂 即使你不是很胖的人 你会发现就很容易这个小腹突出来 其实呢 我们在这个练习气功要选对老师 而且老师要有对的方法 告诉你对的这个方法 我现在再请白兰老师 跟我们多谈一下 怎么样来调养我们这个造精的这个功能 我最近有这个上课的时候 有发现我的学员真的变得越来越年轻 这个很多年轻人开始学气功 不过我看到大家呢 这个首先呢 有一个感觉就是金玉其外败蓄其中 因为现在的艺美是非常的发达 很多人可以花很多钱 把面子整得很漂亮 但是你的内脏是无法回春的 所以我都要求我的学员说 你上课是要素颜而来 就是你不可以化妆 大家这个坦诚相见 要看到你的真面目 那我第一堂上课的时候 这个感触最良多 因为放眼望下去 你会看到下面的肤质和气色 多半就是不是蜡黄 就是清黑 要不就是惨白 多半是以这三种 那你偶尔会看到红润 或者是偏红 我也并不太喜悦 因为那个都是高血压 心脏病的那种红 没有白里透红的这种气色 坐在下面 所以看起来真的是 也许你平常化妆 可以把你的气色 演示的非常的美丽 可是一旦你把这个妆卸掉 自己照镜子 大概很多人自己也就发觉 黑板怎么这么多 我脸怎么这么蜡黄 我皮肤怎么颜色这么不均匀 然后我怎么会有这么惨白 我嘴唇怎么一点血色都没有 这个时候你就要马上提高景气 这个就是你身体的整个的精华物质 精微物质 刚刚老师说的这个精 其实已经制造能力失调 已经开始不足了 所以除了这个跟面色和身体 这个面色和气色有关系 当然就跟你的这个身材和升职机能也有关系 这几十年来我们这个很多学生上课 是为了很多夫妻是为了不孕 很多人是这个夫妻两个一起来上课 其实不孕包括这个子宫机能的问题 包括这个习惯性流产的问题 还有这个男性精虫稀少的问题 包括女性的性能感 男性的这个阳尾 宜精 还有早屑 其实这个道家的气功在养精炼精方面 有非常独特的智慧 对刚刚老师讲的以上的这些 都会有非常重要的一个改善 所以我建议如果你有刚刚白燕老师讲的这些 跟精有关系的 跟身体精华再生的能力有关系的这些疾病 其实你要选择适合自己的养生方法 我就推荐这个道家秘传的回春宫 因为我们这个中国老祖先的这个智慧 已经是在有两千年以上的这个历史 所以这个理论它的方法是非常非常的安全 我们现在在各地这个传授这个功法 很多人确实是因为不孕症而来的 因为呢现在的这个种种的工作压力 对于我们讲 刚才白燕老师讲的这个内分泌 这跟这个精啊 是有非常大的这个伤害 所以有一句话 大家一定要记住 就是如果你能够自我调节内分泌 就能够有效延长青春期20年 听到这句话 你应该可以在你的生命中看到一个曙光 原来我想要保持健康 保持年轻是有方法的 什么样的方法呢 你达到自我调节内分泌 道家非常重视自我调节内分泌 就是炼精养精这一块 那么它从具体上从哪里做起呢 就是从调节你的脊椎骨 所以脊椎和腰这个腰椎做起 他认为这个脊椎和腰椎 其实是生命造精和造 除了它造血造水以外 它也有造精的效果 所以我看到我很多的学生 他刚开始来练功的时候 脊椎有侧弯 腰酸背痛 有颈椎痛 有肩膀痛 有腰背痛 有腿痛 有膝关节痛 还有些人是肚子非常大 腰非常粗 整个虽然你看他人瘦瘦的 可是他挺着一个大肚子 对 这很明显就是他身体的造精的功能有问题 所以如果你有腰酸背痛 肩颈酸痛 有膝盖关节这些问题的酸痛问题 然后你的腰围开始慢慢变大 你的肚子开始慢慢突出来 不要认为这只是体型的问题 也不要认为我只是单纯的脊椎侧弯 或者脊椎的问题 这些就是我们刚刚讲的 这个身体的造精 身体最原始的生命的精华的能量的这些制造 都这个失去了 所以脊椎这个的造精 除了关系到我们的这个骨髓 脊髓和脑髓 这个非常的重要 人体的衰老 就是这三髓开始少了 骨髓少 脊髓少 和脑髓少 所以现在这个另外一种 慢慢慢慢 大家这个要投入很多的 这个注意力的就是老人痴呆 好多的这个儿女 因为家里有开始有这个失智的老人 怎么办呢 工作也不行 家庭事业难两顾中校 连难两全 最后这个有钱的 有能力的 当然就请外劳来照顾自己的父母 没钱的 没能力的 就很不忍心的把自己的这个家老人家 要送到这个养老院去 其实这些都是有有办法预防的 我自己作为我自己在练气功 其实我就希望我将来 不要给我自己的儿女找麻烦 不要给他们增加负担 至少我能够让我自己的造精 这个身体的再生的能力 包括造肌髓 包括造骨髓 包括造脑髓 这个能力 能够维持在这个比较良好的状态 我自我调节内分泌 我延长青春期20年 也就是说我希望我在80岁的时候 我还有40岁50岁的体能和体力 去做我自主生命想做的这件事 哎呀听到这番话 我觉得跟对老师太重要 跟对老师实在太重要 为什么 第一你如果要学气功 请你一定要去看老师 老师太重要 你是什么样子 老师什么样子 你将来就是什么样子 你因为我们在全世界教工 有很多人是专程来看 老师的皮肤 看老师的身材 为什么 是有这个有有说服力的 为什么我要这么讲 说选老师这么重要 其实大部分的人 对于这个精气神 没有办法去 把它认清楚 我刚才听了白云老师这么讲 原来我们老祖先是科学的 他是有根据的 他是有医理的 而且呢 你跟对了老师之后 他会分析跟你听 什么是精 精的浅层的意思是什么 深层的是什么 分门别类来告诉我们 然后这个精跟我们的身体健康 是有什么关系 所以呢 我们在这个道家的养生 最重要 达到四个字 请听众朋友 你们一定要听清楚 自主生命 我们自己的生命 要掌握在自己的这个生命 自己的手中 希望我们每一个人 都能够有一个健康的身体 远离疾病 让我们的生命 能达到自主生命 我们下次再见 谢谢白远老师 谢谢大家 我们下次见 好 各位同学 我们回来了 真心 请问 你那个时候 觉得很累 没有力气 没有劲 是到什么程度 那个时候真的是 因为我经常工作会熬夜 很累 所以就缺乏运动 有时候下班后 就是整个人就想躺在沙发那边 什么都不要动 就是滑手机 要去看电视 然后经常跟家人也是 也没有收获去很多地方 就是一直在家里 有点累 经常不想动太多 不要出吗 我想要稍微导正一下 真心的一段话 这也是很多人的 共同的这个问题 就是说 因为缺乏运动 所以身体很累 很不想动 其实这句话 是有点矛盾的 应该是说 当我们身体 本来体力透支 这个元气不足的状态之下 人是自然是不想动 也没有力气可以动的 这个时候 不是你去运动 就能够改善的 而且这个时候 如果我们在重拾的是 激烈的运动 那就会雪上加霜 所以很多人会发现到 在很累 在你熬夜或加班之后 之后你再去做激烈运动的时候 往往你会发现到 心跳会非常的快速 然后很容易喘头晕 然后会发现 稍微动一下 你的那个汗 甚至有时候就会大量飙出来 就没有办法 就会没有办法 节制这个流汗的情况 同时呢 很多人也还可能会伴随着 就是晚上的时候 会发现那个心跳 依然就是停不下来 然后呢 这个晚上会睡不着觉 所以当我们人已经在 大量工作或者是熬夜 体力大量透支的情况之下 你再去消耗你的体力 去做运动的话 做激烈运动 好气的运的这个活动的时候呢 它会让我们的情况会更加的严重 所以我们等一下来聊一下 这个很多人工作 不管是动脑力也好 或者是劳力体力也好 为什么要用气功来养生 所以邓兴问你一下 在你比较年轻的时候 你都有运动跑步嘛 对不对 对 然后你接触了气功以后 你认为这个气功和运动的差异在哪里 之前我是其实我年轻的时候是个运动健将 所以打排球打篮球乒乓我什么都会 所以那个时候印象中的气功其实就是老人家练的东西 很慢 就是一个大西瓜切一半 左边给你右边给我 所以完全没有想到以我这个运动员的身份会去学气功 所以对他也是觉得已经很慢了 应该是慢条思理会什么流汗 可是当我练了白眼气功之后 这整个颠覆我整个想象 其实气功很微小的动作也是到位的话是可以流很多汗的 跟我们聊一聊 你当时为什么会来学功 其实我来学功的经历可能跟很多人不一样 通常人都是自愿来学功的 其实我是以不自愿的状况下来学功 被逼的 谁逼你 你不知道 你去给我看 其实我的贵人是我的太太 他就在有一天他就是回来就跟我讲 我遇到一个朋友 我看到他气色很好 我就问他是不是化妆 他讲不是不是我练气功 所以他讲练气功可以变气色好了 他就回来就跟我讲 要不然就去学 然后他讲气功 我就那时候叮了一下 你先去try先 可能也是三分钟热度 后来他就去学了 可是他就经常会来跟我讲 要不然一起去 我去try先 然后他学了之后 他就回来跟我讲 真的很好 你真的要去学 那时候我就一直讲不要了 后来有一天就跟我讲 我跟你讲 我已经报名了 你一定要去 要不然你就浪费钱了 OK 我就讲OK 这一招不错 我记得正心 之前在课室里头分享说 老婆每天在耳朵 嗡嗡嗡嗡嗡嗡嗡 白艳气功很好 白艳气功很好 你要不要来学 你说我再不来的话 我耳朵要长茧 这老婆有耐心 真的 所以现在真的要多谢她 那时候她很坚持的去 推动我 所以那时候 其实我那时候 我去一次 后来讲我就跟她讲 我没有兴趣 她就不会再烦我的 可是那个时候 现在是这样 然后你到了课室 什么感觉 跟我们描述一下 那时候我进去课室的时候 我的满脑就气功联络所 就是一个进去 就是等一个七老八十的教练 跟着一对七老八十的同学一起练 可是一进去我就发觉 想象完全不一样 那个课室布置的好像上课一样 前面有投影片 然后一进去的时候 有条不紊的就是大家排队拿讲义 我没有想过气功会有讲义的 而且那么专 精美然后就看到 我这一大群老人家一起练的那个 其实很多年轻人也去上课 然后有一些穿着制服的志工 也是蛮年轻的 没有想象中的那么老气的 一个气功的一个课程 那时候我就坐下来就看 然后一走出来 哇义华教练 又不是个老人家还教我 所以完全 所以真心你是 你去准备看到一个呼吸长长的 然后白发飘飘的 然后衣服长长这样走出来 对吧 装着那种气功服 然后就是那边大家一起练的那种思维 对啊进去的时候 所以完全没有想象是这样的一个练功方式 还记得当时刚开始上课的时候 学了些什么吗 上课的情形 上课情形 那个时候因为我太太先练 所以她就有偷瞄她练的那几招了 所以那个时候讲 这样简单应该是不成问题了 然后我就也没有怎样练 我有比一比 可是当我去到课堂当的时候 当育华教练开始 大家起来 大家去练 参长 然后讲 参长我会 我就起来 可是 练了练 育华教练为什么讲停了呢 我就一直开始越来越酸 然后开始就看看 不行了 开始有一点撑不住了 因为那时候有很多人在 我就偷瞄隔壁的同学 奇怪 为什么隔壁的七八十岁的 auntie uncle 还可以比我久 我就讲不要 死撑死撑 不要最后一个就行了 不要下水 不要下水 可是 就在我尽量要撑的时候 突然间我感觉到真异选 我就觉得 那个时候我开始发觉 我的身体出状况 所以那个时候是一个 当头邦恶的一个警讯 所以当下我就觉得 不行了 我的身体真的出状况 对 对 幸亏你有去体验 很多人是不见棺材 不掉泪的 在那个当下我相信一定是很震撼 因为发现到 因为上课的时候 确实这个颤掌的动作 会给大家稍微颤久一点 那么在颤的过程当中 还会加解释 还会加一些工法公理的部分 所以呢 很多同学在颤的时候 我们就可以看得出来 有哪一些是身体有潜在问题的 有哪一些是 属于这个身体比较通畅的 其实在你们颤掌的过程当中 我都在观察 那么我记得正兴刚来学工的时候 那个身体是非常的浮肿的 而且脸色就是明显处于那种 长期缺氧 所以脸色是暗沉的 是有点偏紫黑色的 然后嘴唇是发白的 所以这就是 通常是一般 通常是我们列为重点保护的 这样的类型对象 真心你可能也 你可能也还不是很清楚 我们当时其实在上 我们每次上课的时候 其实我们都要重点的去 这个辅导关怀某一些重 比较 我们称重症吗 需要 EIP VIP 我其实都是有交代一些 这个师兄姐在旁边 特别帮我留意观察哪一些 学员有一些状况的 那所以呢 同学们在上课的时候 是非常安全的 因为呢我们这个 时刻都在留意大家的这个状况 哪怕是线上上课 其实呢我们都有这个关怀的这个人员 都是我们学过高级功法的这些师兄姐呢 他们都是当大家打开镜头的时候 在虽然在家里学功练功 我们打开镜头的时候 其实就是他们在看 看大家的这个练功的状态 有任何需要这个提醒要休息 或者是有一些要特别要提醒的 那就会通过这个留言的方式 所以即使是线上 我们也是时时刻刻的保持 保障大家的这个练功的安全 这也就是为什么要到课室 要到这个正式的课程来上课 而不是跟着你家里的人 在那边比划 这是完全完全是不一样的 那我知道生平教练有帮我们 很贴心的准备了一下 振兴从学功前学功中到现在 我们来看看他的成果好不好 我开那个档案一下 我一开始看到 我一开始看到那种刀片的时候 我就觉得 嗯这个应该是 刚刚吃完BBQ的真 我们可以来看一下 哇这都有标日期 都有标日期 哇哦 我们看一下那个 2018年 请问这个是你吗 真心 这个是我的舅舅 是吗 你说是你舅舅 我们相信 哇 你有没有发现那个时候 你的眼神几乎都是迷茫的 对 然后你的那个整个气色 几乎都已经油到快要快要 那个油都快要喷出来了 有没有发现到 经常会眯着眼 就是好像没有什么精神这样 明显看得出来这个体内痰痴好重哦 就是湿气非常重 所以那个时候的你还能够坚持运动 是很很不简单的哦 而且你都已经从事了这么的规律的运动了 还是这么的油腻腻哦 这个也是我们要反思的一个问题哦 OK 这就是我刚刚在讲 当我们其实这个元气不足的状态之下 你还去大开大泄的话呢 其实会让身体更虚 身体越虚的状态之下 我们的整个代谢呢 会产生更大的问题 所以你会这么的油 然后这么的肿 其实跟你当时用了比较不适合自己的方式来保养 也是有很大的关系哦 嗯 我们还可以看到一华教练你看 一华教练也在哪里 哇还是这么漂亮 没有变 都没有变 一样的 我从小到大最大困扰就是我的脸就是圆 这个婴儿肥什么都没消掉过 哇你看到了2023年就是去年的时候 然后整个而且2019年的9月就已经很明显的改变了 你看脸的那个轮廓 尤其看那个眼睛眼神 然后10月份再看今天 哇今天2024年了 你看看那个振兴的整个状态 哇帅哥一眉 真的是很大很大的差别 你太太有没有经常很开心很欣慰 说还好当时一直坚持不懈的 念你唠叨你 有吗 有 他以前我还没有瘦下来的时候 他讲我被骗了 我年轻的时候也是瘦的 越越肿 他讲你是因为结婚的骗了 你就不用再去exercise了 这样 而且我觉得真心很棒 他不光是跟老婆一起学功 他还把两个孩子带来 而且两个孩子在跟着一起学功的过程当中 我发现两个人抽高抽的好快 他短短的时间以内 我就看到他怎么又这么高了 所以这练功对小孩子的发育 其实是有很好的帮助跟稳定性的 是吧 真心跟我们分享一下 你当初为什么会想带小孩来学功呢 就是因为那个时候发觉自己就是 年纪大了 渐渐就是忽略的身体 所以想到小孩子如果一开始 就可以给他们一个好的功法 让他们从小就是有一个好的功法 防身的话 是很好很棒的 所以让我们就想着全家一起去练 所以就下顶 大家一起去练 这个爸爸的观念相当相当好 说实在的我们可以给孩子很多 很丰盛的食物啊 给他很多的这个物质的享受啊 然后给他受很好的教育 但是呢这个身体健康部分呢 我们不能光只是这样看着而已 我们真的是要为他规划 因为小孩子他不懂得自己 自己去这个预防嘛 对不对 不可能自己去去找一个说 我想要养生预防我未来生病 所以我想要去练一个 可以可以让我身体保持健康的方法 但是就要这个时候就是我们大人的责任了 对不对 我们大人就要去为小孩子去规划 这一块 因为你知道吗 小孩很多观念都是从小养成的 如果我们小时候就能够让他们养成 懂得照顾自己 同时了解健康有多重要 这个观念一旦植入在他们的这个脑海里 其实是影响一辈子哦 所以不要小看 这时候读书固然很重要 可是怎么样让他们在未来的这个生命当中呢 能够有更好的本钱 我觉得这个是我们做大人做家长的这个责任 对对 一方面这里我想要补充一下 你刚才说的对 就是他从小就有学到养生的方法 对养生这个观念很重要 所以我就跟你说我女儿 我女儿她上班的时候呢 就一起跟同事去吃饭 她回来说 我那个同事她叫煎饼 叫六块煎饼 平常吃两块喝一杯茶已经跑 六块煎饼 然后她说她肯定以后会有问题 她竟然会说这句话 表示她有意识到说 就是要懂得解释 或者她有那种养生的概念呢 对对是说不是东西吃下去就算了 你吃下去里面要做工的要做纸 她 所以我是真的很惊讶她这么说 我们教过很多父母带小朋友来学工 因为有时候我们会跟小朋友 算是有点算交代做约定 说小朋友你知道我们吃太多冰是对身体不好的 但是我们又很想要吃对不对 我们就吃一点点好不好 大家不要觉得说小孩子不会听 其实小孩子是会听的 后来很多的家长都会说 哇真的有效 本来以前他们每次吃饭的时候 都是要一杯冰水有没有 然后自从练了工以后 他们就会说 我要喝一点点 自己就会说我要喝一点点 然后那个父母就会觉得说 家长就觉得真的吗 你确定只要一点点吗 只要喝一口两口 他说对啊 因为教练有说只能喝两口三口 就是这样的 他已经懂得自己会去节制 然后呢会落实在生活当中 所以我觉得其实如果小孩子能够在 他的观念还没有完全就是 偏偏没有 还没有完全偏激之前呢 我觉得我们给他这个一点很好的这个观念灌输进去 我觉得对他未来是很有帮助的 相信你们一家大小两个孩子都有学工 你可以分享一下吗 学工了过后的这个对家庭的和谐啦 然后一起出去玩啦怎么样 有什么改变吗 就是我刚有说过 因为之前就是整个人很累 也比较少想要出去 那我们学了工艺兽就是以前我们还在冠病之前就是 我们有团练嘛 就是每个星期就是一家大小就是一起去团练 然后一层有一些共同的活动 然后我们练完工作我们就会去吃早餐 所以整个家庭的那个气氛也比较融合 因为以前我就比较累 就是探在那边也没有什么沟通嘛 那些沟通比较多了 当然在很累的情况之下 大部分人都面无表情 然后是不想说话的 因为这些都是耗费元气的 所以当我们已经平常为了工作 我们已经把自己你知道就像挤牙膏一样 挤到已经一滴都不剩的时候 到了假日的时候我们就想什么都不动 可是你知道一个家庭氛围是不可能这样子的 尤其像平常小孩上学的上学 然后大人工作彼此互相忙的 只有到周末的时间 大家才有办法聚在一起 可是那个时候如果我们又是懒洋洋的 然后有气无力的 然后什么都不想动 那整个家庭氛围 几乎没有机会可以凝聚在一起 所以呢为什么要练功 就是他很短的时间就可以练 然后呢又可以一起练 然后又可以一起讨论 一起分享 然后又可以一起到 比如说我们到公园啊 或者是出国旅行的时候啊 其实都可以直接就可以练功 就是增加了一点乐趣 蛮好的 对还有幼儿教练 尤其是如果孩子长大了一点点 到十七八岁二十岁的时候呢 他们喜欢听的歌跟我们不一样 他们看的戏也不一样 然后他们的朋友跟我们的朋友 所以很多东西都跟我们不一样 话题越来越少 所以有这个功法的话 至少还有蛮多东西可以谈的 还有蛮多这个户外的一些 一些运动啊 Activity一起参与的 我认为这个是一个big plus 这个很大的加分 对对对 以前就是大家一起练 然后就是也是可以做个老师 就是教他们怎么样去练进那个功法 所以有点不动是不错的 但是我要提醒大家 如果你是带小孩子来学功的话 请不要发挥你那 爸妈的这个眼光的这种要求 你这里练错了 你这里没有 你这里手要高一点 你这里脚要低一点 你这个脚没有弯曲 请千万不要这样 请你多用爱的鼓励来鼓励他 不然他以后脑海里头 他会留下一个印象 觉得练气功是一件很讨厌的事情 一直被指点 一般都是鼓励 甚至有的时候 我们发现到小孩子 跟爸妈来学功的时候 小孩子会学得很快 然后会反过来教爸爸妈妈 就这种角色互换 也能够让彼此之间的那个关系 能够产生更多的同理心 好这个也是很棒的 所以欢迎大家 如果你还没有学过功法的话 欢迎你来找白燕气功 然后带着你的孩子 一起来学功 然后在这个过程当中 一起去发掘更多的乐趣 各位听众 我们的这个Focus 今天到的尾声了 非常非常感谢曾鑫 还有义华教练 谢谢我们今天的Focus 对了 对不起 还没有补充到 最新到底是从几公斤收到几公斤 差点忘了 我练功之前84公斤 练功之后现在70公斤 哇 其实要收半公斤都难得 对 而且很轻松 比以前我要跑很多公里才可以收下来 现在真的是比较轻松 然后可以维持 不用说特地去早吃两餐什么的 太厉害了 这个其实因为曾鑫是等于是健康的这个瘦下来 所以我相信对他的整个 比如说他的胆固醇啊 他的血压血管方面应该都是有很好的这个进步效果 啊 朋友们如果你有这一方面的这个需求的话呢 正新的案例希望能够鼓励你啊 给你一些很正向的这个这个鼓舞哈 啊 让你及早的摆脱哈 又是又是浮肿 然后又是笨重 又是劳累哈 呃 提早衰老的这样的一个 呃 这个体质 OK 嗯 好 各位朋友我们下次再见 好 谢谢大家啊 谢谢拜拜